把他們當我的客人 村總的服務VIP的 甚至還有什麼的 還有售后服務人 對不對 幾年之後還有學生說 老師我之前上過你的課 會不會問你問題 不過我說你保固期過了 開玩笑的 終身保固 終身保固 不過主要就是說我覺得 當然教跟學 如果能夠很流暢 然後並且之間沒有掛愛 那當然最好 這是我想到的 然後我輕鬆 學生也輕鬆 因為他們學得好 自然不會來吵我 也就不會一直問同樣的問題 最早會錄我 其實真的原因是因為 我第一節上課上完之後 下一節學生又問一樣的問題 在下一節又問同樣的問題 我想說 當然我有點不耐煩 但是我不能不耐煩 不能讓他知道說我不耐煩 所以怎麼辦 我想一個辦法 我就把影片錄下來 然後請他們回去看 後來發現這個狀況 基本上就幾乎沒發生 但是還有 還是有學生臉皮比較厚 還問說 老師之前 我說你回去有看影片嗎 然後他就語色 就說好啊 老師我回去再看好了 那這樣就問題就解決了 這也是用解決方案了 再來的話就是說 因為這樣的關係 其實不是主要的目的 但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就是YouTube上建了一個頻道 然後上面當然也會有訂閱 有廣告分論 那於是夫那時候 當然YouTube就寄一封信說 我們有一個合作方案 你要不要試試看 當然我第一時間說很好啊 然後後來發現 真的一段時間就累積了一些廣告金 而且是直接寄到你的信箱 問你要不要去領 他有錢你要不要去領 他要去領啊 領你看 真的還領出來了 白花花的錢還可以用 當然就會樂此不疲 就覺得更好啊 等於是說你做了這件事情 其實還有一些獎勵 那相對的你會覺得 做的更有一個動力 那另外的話當然就是說 因為這樣的關係 放在網路上 你很容易被搜尋到 所以像我現在上的很多課程 很多單位企業邀請 其實也是因為這樣看到我的影片 然後覺得老師你要不要來 我們公司幫我們上一些 像這個月像DHL 他們也要學ECL VBA之類的 然後就找我去幫他們上課 但我是沒有特別問說 你怎麼會知道我 反正我想說應該也就是類似的狀況 OK 所以其實好處就是說 你也不用特別去介紹你自己 別人就會自然而然知道了 其實我會到處授課 其實也是偶然 早期我本來不是從事教學工作的 但我本身是師大畢業是沒錯 可是後來從事資訊業 那因為對於寫作教學 其實有一份熱忱 所以就會在網路上 錄一些影片 然後PO一些部落格文 最後自然而然被找到 像現在一些單位 像志強工業基金會也是 找我也是因為網路上看到我的影片 跟我的這個部落格文 然後像動物推廣部也是一樣 像其實好像我們學校 好像也是這樣關係 邏輯組 對邏輯組也是這樣的關係 就是說看到我的東西 那當然呢我的心態是open的 反正如果有需要我的地方 那或者或許是說我可以幫忙 那之前的話曾經擔任資訊公司的執行長 然後也拿過了那個像金鋒獎 然後目前的話呢就是慢慢把那個重心 就是沒有那麼忙碌 所以慢慢擔任一些顧問性質的工作 跟學校啦 或者是一些這個像企業內訓的工作 然後OK 那另外也拿了一些獎項 所以其實也是偶然的我覺得 反正那很多人問我說為什麼要這樣做啦 其實主要我是覺得應該做就去做吧 所以有的人問我為什麼 我常常想說我沒有想那麼多為什麼 就是應該做 就是說我覺得怎麼樣可以讓教學更好 然後學生聽得更順暢 然後真的學到東西 將來在社會上能夠施展開來 然後他也很有成就感 其實他講起來啦 就是讓別人也得到幸福嘛 也有那種幸福 他有幸福感你就覺得說啊 當然你會覺得說他給你回饋 也會給你一個溫馨的感覺 對不對 你就看他眼神就知道了嘛 OK 那其實說真的你也不是會希望他 求他回報你什麼 反正就是說你覺得做這樣就OK了 這不是 因為像我們以前老師不是這樣對我們 我們老師也沒有說我對你好是有目的的 有沒有他就是反正就是對你好 對不對 不過以前我記得我以前在 斯大國文所 那老師都很兇啊 甚至我那個遲到三分鐘 然後還把我叫過去罵 我那時候已經是研究生了 在大家面前罵我 我想想其實老老師好像他其實你可以感覺到 他其實對你是疼啊 他覺得說你以後要當老師不能遲到 對對他 那目前的話我的頻道 從網路上自己查一下 其實因為要講講這個分享 所以我就查一下 我發現我目前的影片總數量 超過兩萬個 也就是說我放在網路上面 假設一段影片是十分鐘的話 也就是兩萬乘上十分鐘 所以總數量好不好 其實應該也蠻輕人的 然後 第一個當然數量就贏了啦 因為很多很多很多學生說 老師我在網路上找不到像你這樣 數量這麼多的老師 你真的是 這個什麼刷存在感第一名 對不對 到處都可以看到你實在是很討厭的 他沒有講討厭 我是這樣心裡想說你是不是說 怎麼又是你了 因為其實說真的某一類 像我教過的影片太多了 所以放在YouTube上面 怎麼找到我的 像Excel 像VBA好了 那學生說 老師找一找 那個YouTube上面都是五老師的 奇怪了沒有別的老師的嗎 其實不是啦 因為我放太多了 所以其實量多好像也是一種優勢 並不是說別的老師沒做啦 不過我是覺得 至少讓別人感覺到我的熱情 對這老師怎麼這麼有熱情 OK 那其實教學最重要就是說 你要讓學生感覺到 你有教學熱忱 這件事情很重要 所以數量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觀看支數也超過800多萬 然後 不過我上面有一個頻道 下面有一個頻道 其實跟各位講 角度要三窟啦 所以其實我頻道的數量 最早期甚至超過10個 但是後來我發現 好像沒有那麼多時間經營 那另外的話還有一點 因為YouTube後來在廣告的分論上面 他有很多的限制 比如說怎麼一定要訂閱人數超過1000 然後每個月觀看數要3000小時 否則的話就沒有分論了 然後最近好像又有更嚴格 就是說一定要八分鐘以上的影片 他才會有廣告分論 所以你會發現有些影片 我以前的就沒有分論的 所以那個這個廣告分論的部分 好像越來越少 那個數量數字只是很少 可是問題是感覺好像有點縮水的感覺啦 不過這也可以理解啦 因為可能美國人剛開始就是說 反正就會就像那個股票一樣嘛 養套殺嘛對不對 就是先養然後再把你套住了 所以很多人投入了之後有沒有 你跑不掉了再窄 反正就是砍啦 砍你也沒辦法 所以像現在很多YouTuber慢慢影片 就會可能接很多的業配 看了就很不舒服 你又再接業配了對不對 OK 但是沒有辦法 很多時候你要讓創作者 有一些能量的話 當然你需要給他一些鼓勵 所以目前看起來 我這邊至少有4個 那以後各位如果要在YouTube見頻道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還蠻容易的 只是說如果你沒有考慮到後續 那個廣告分論的部分 實際上是你可以 申請無數多個頻道 而且不同頻道可以放不同內容 像我早期的話是針對什麼 針對AutoCave一個頻道 然後像Excel VBA一個頻道 像主頻道又一個 甚至Python也是一個 那這樣的話可以分流啦 OK 甚至的話裡面有一些統計資料 你也可以參考 所以這是進到我的主業 那底下都會有一些清單 包含就是說 你目前的訂閱人數是多少 然後每個月的訂閱人數多少 等等的 另外這邊還有一個 這個違反 這個違規的紀錄 然後他會警告你 甚至跟你講說 哪一個影片你不能上架 那這一點我是覺得 有點不太苟同啦 因為那個影片主要是我教Python 那Python有一個套件 是可以抓YouTube頻道上面的影片 他就把那個影片 教學影片 列為是違規 然後我還申訴 對他說就是違規 反正他 他也沒找地方公正單位 他反正他就是 認定 對 他就是網 我就是網 網說了什麼就是對的 連申訴的記憶都沒有 那我覺得就不合理啊 我只是教Python 那你就認為說我這樣不OK 所以這個恐怕也要特別小心 因為有時候YouTube 他的認定 你可能假設突然間 你就被消失了 那有時候你連申訴 都沒有辦法找到申訴的管道 因為他總公司在美國嘛 其實我之前也碰過很多的 我之前有個頻道也這樣 莫名其妙就被關掉了 而且上面很多的影片 很多的訂閱人數全部消失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啊 你寫信問他 他也沒回應你 所以當然會有這種狀況發生 是也有可能 不過如果假設你不是那麼在乎就算了 後來我就釋懷了 反正算了 那個沒有就換一個嘛 OK 腳兔有三枯嘛 所以一定要記得多幾個頻道 然後本來像我這個主頻道 到本來也後來好像被砍掉了 那好像我後來用別的方法又把它恢復了 反正總有這種問題啦 另外其實有可能像 之前有YouTube也遇過那種 頻道上面中毒的問題 甚至被綁架 因為他的電腦中毒 然後綁架之類的 所以會有這些問題 可能要注意一下 我兩個頻道 目前的話就是這兩個 一個是我的主頻道 吳老師教學YouTube頻道 那如果各位Google找 吳老師教學這個關鍵字 應該就會排在第二個 OK 那第一個就是我的部落格 OK 然後其他的話 底下有一些預估的收益 這是美金 所以這個頻道的話 目前其實 之前最高的時候 大概一個月可以有 大概200美金吧 甚至超過 但是最近我跟各位講 因為一直縮水 第一個 他一定要八分鐘 所以你那個錄影假的沒八分鐘 很抱歉 沒有分論 OK 第二個可能你還要什麼 還要訂閱人數多少 等等的限制 然後他好像也有一些 比如說他可能不太喜歡 像我們這種頻道 為什麼 因為這種頻道不是搞笑的 主要是利用他的資源 他就覺得說你這個不太 所以他可能會稍微限制 你被搜尋到的狀況 我不知道 感覺好像流量有變少的感覺 好 那底下會有一些記錄 熱門的影片 甚至誰的留言 這邊會顯示出來 然後流量部分的話 他也會顯示說 像之前好像本來 那個YouTube搜尋的 像這個是外部 外部進來的比較多